北京时间8月27日,亚加达亚运会男足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争夺,上半区的比赛中,韩国队加实赛4比3决杀乌兹别克斯坦,晋级四强,半决赛韩国队的对手是越南。 越南加实赛1比0淘汰叙利亚晋级半决赛,下半区,日本2比1淘汰沙特,阿联修点球大战击败朝鲜,半决赛,阿联修对阵日本,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,韩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相遇,两队曾在U23亚洲杯上有过交手。 当时韩国队加实赛输球,如今亚运会对决,孙兴明、黄义柱和黄喜灿成为关键,本场比赛黄义柱率先进球,乌兹别克斯坦马萨利波夫搬平比分,黄义柱没开二度再次领先,但下半场乌兹别克斯坦,五分钟连进两球反超。 第七十五分钟,孙兴明助攻黄义柱上演帽子戏法,两队三比三平局进入加实赛,第一百分钟,阿里巴耶夫被红牌罚下,第一百一十八分钟,黄义柱制造点球,黄喜灿主罚命中,韩国队四比三涉险过关,杀进四强,上半区另外一场比赛,越南和叙利亚在九十分钟的时间里打成零比零平局,加实赛。 第一百零八分钟,越南队打进一球,依靠这个宝贵的进球,越南队杀进亚运会四强,半决赛,韩国与越南相遇,而越南队的主教练是韩国人普恒旭,比赛时间是29日17点。 下半区的对决,日本二比一击败沙特,率先晋级四强,两队都是U21出战,延期有人没开二度,成为日本对晋级的最大功臣。 另外一场比赛,阿联球和朝鲜在九十分钟内打成一比一平局,第六十三分钟,朝鲜队金友成破门,第六十七分钟,阿联球队斑平比分,加实赛,两队都没有进球。 比赛进入点球大战,点球大战的对决,阿联球5比3胜出,淘汰朝鲜队,半决赛,阿联球和日本队交手,时间是8月29日20点30分。 比赛进入点球大战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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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球大战。 比赛进入点球大战,点球大战,点球大战,点球大战。 比赛进入点球大战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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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球大战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